大兄姊妹早晨 大兄姊妹早晨 我們早上開始我們的崇拜 請大家起立 請大家言言受臨 我們開始我們的詩歌敬拜 哈嘍 大家好 大家好 雖然下下暮暮細雨 但是我們都很感謝主 都有一些大兄姊妹回來 我們懇求主要保守他們 有些未來的 快點來到我們主的殿鐘 我們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安靜我們的心 我們來到主的殿鐘 來到讚美敬拜我們的主 我們第一手的敬拜詩歌是 讚美中信心不斷升起 我們有四十分之一 我們有一十分之一 都會跌倒 我們有八百萬五千 我們每天都有五千 大乎 因你允许是我的信息 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经 在背中心心不断生气 泪水中我已能靠着着 你的信息伤得重彰 你的音乐终不得过 他在背中心心不断生气 泪水中我已能靠着着 终来潜入迷茫 我心思万 你的往事者 脚踊前方 我的口 又不停赞美 我的手 又不停靠去 因你允许是我的信息 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经 在背中心心不断生气 泪水中 泪水中我已能靠伤 离乱高声传 终能潜入闭光 祸行失望 逼你往事得 照耀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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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wow 还有你受信支耀前方 比道救%uu you love 鸩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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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喽鸩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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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oting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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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大家請坐 我們第二首的分享是好好的國 詞曲 李宗盛 萬我不明白的時候 我選著小心 相信上你也愛我 那麽事 曾經沒有盡頭 他會陪我渡過 當我完全不知所愁 我還是不相信 相信上帝人愛我 他的愛 是我堅持的理由 讓我勇氣 對你變天 你以無勇敢的祝 每一天 好好地說 因為上帝愛我 和為你做主 在冰冷的夜晚 他有信心告訴我 他就在這裡 看不著我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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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我 沒有了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你以為我 你以為我 沒有了 你以為我 你們以為我 你以為我 如果不明白的時候 我選著相信 相信上帝人 你也愛我 你也愛我 哪怕是 常也没有尽头 他会陪我 路口 但我完全不是所愁 我还是相信 相信上帝你能爱我 他的爱 是我坚强的理由 给我勇气面对明天 你已不勇敢地做每天好好地过 因为上帝爱我 阿卫陪着我 存在彼岸的夜空 还有星星告诉我 阿却在这里 排护着我 存在彼岸的犹豫 遗憾着交流 放着他爱你 更星星在彼岸 你已不勇敢地做每天好好地过 因为上帝爱我 阿卫陪着我 存在彼岸的夜空 还有星星告诉我 阿却在这里 排护着我 存在彼岸的夜空 还有星星告诉我 阿却在这里 排护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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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三首歌是《它是道路》 可主才是歸屬 才有真正滿足 可知道 恨著你擁有 不是真正的幸福 可知道 誰也未流走 必須要臨時 耶穌 可主永恆的奧路 是人生的光 只因一掌路 可主永恆的祝福 出人生彷彷 心裡滿足 耶穌 出人生彷彿 心裡滿足 耶穌 為你救主 啊 耶穌 出人生彷彿 心裡滿足 耶穌 出人生他們不一 呵 啊对不起やすさ 憂联盤 發得 莫煜 祝福 ヒユーー 孤独 满满的深藏路 何处才是归属 才有真正满足 何知道 断墙的拥有 不是真正的幸福 何知道 谁也未留中 必须说你是耶稣 祂是永恒的道路 是人生的光 指引你走路 祂是永恒的道路 是人生繁忙 心里满足耶稣 祂是永恒的道路 是人生的光 指引你走路 何知道 永恒的道路 是人生的光 指引你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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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領事道歉 我們大家向左右隔壁打個招呼 然後我們進入敬拜 耶穌是道路生命生命 帶領我們進入讀經的時間 請大家打開一看福音十四章 一看福音十四章 我們讀經的時間是一看福音十四章 第一到第七節 我們同聲一起讀 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 我早就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然是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 我往那裡去 你們知道 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多瑪對他說 主啊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 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我們讀經到這裡 今天我們很高興 梁全道無著風雨 很遠水路來到我們當中 分享主的訊息 梁慧江全道是 以斯拉培訓網絡中心的 培訓主任 沒有說錯 以前他曾經在我們當中 教過一科主學是 信事有緣 如果大家想重溫 可以上網看的 今天梁全道的主題是 耶穌不包容 我們將時間交給吳全道 在現今社會文化當中 不知道基督徒 面對著什麼最大的衝擊呢 我相信每一間教會都很想 特別是下一代 在信仰上健康地去成長 但現今社會文化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帶來很多很多的衝擊 我自己在教會做兒童事工 都做了二十幾年 過往這麼多年來 我看到一個趨勢 真是小朋友 很小 Kindergarten 一年級二年級 單純的信心 去到神的面前 回教會 每個星期背金句 學聖經故事 但很可惜的就是 很多的年輕人 一去到他們讀中學的年間 或者入大學的年間 不再回教會了 甚至是離棄信仰 哇 我從此都沒有再見過他們 這個是很悲哀的一個現實 按一些的統計 原來在教會當中 你看到會有四個小朋友 有三個小朋友 可能有一天 他就不再回教會 甚至是離棄信仰 很悲觀的一幅圖畫 所以我就在那裡問 究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來去真是裝備下一代 也不單是裝備下一代 裝備信徒 使得我們面對社會文化衝擊的時候 仍然高舉耶穌是主 仍然在我們信仰上面站得穩 今天的講題是耶穌不包容? 嗯? 不知道你覺得耶穌包容 一說不包容呢? 稍後我們一起去探討這個問題 但首先問 你知道現今社會文化 對基督徒最大的一個評擊是什麼嗎? 他們的評擊不是我們信耶穌 而且我們只是信耶穌 你聽得明白的分別嗎? 即是你信耶穌沒問題的 人人都有不同的信仰 但當你說你只是信耶穌 然後說其他人是錯的 嘩!那些手指就來了 不包容 傲慢 心胸狹窄 過去兩三年呢 我想你都可以說我是一名YouTuber 因為以斯拉培訓網絡 我使用的機構都很把握 網上做培訓的機會 我就推出了兩個互教的短片系列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呢? 免費的資源 你可以隨時去YouTube看的 第一個系列叫做信不信由你 解釋為什麼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 是真實的 回應一些很常見的信仰問題 說到基督徒不合科學 我們怎麼回應呢? 創造主不合科學 怎麼回應呢? 聖經可信 耶穌基督復活 有什麼鐵證 有什麼原因我們會這樣相信呢? 五分鐘 十分鐘是短片 回應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一個系列呢 叫做知己知彼 分身假 就是我們很想學多一些 其他世界觀 其他宗教 他們究竟信什麼呢? 而有些什麼我們基督徒 是不能夠接納呢? 或者當中有些什麼的錯謀 甚至是回應一些基督教的異端等等 請大家為我祈禱 原來做網上事工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我每天都被人在罵嗎? 我的意思是 因為YouTube的影片公開的嘛 那些觀眾是來自世界各地龍蛇混集的嘛 有基督徒 有不是基督徒 有其他宗教 有異端的信徒等等 哇 他們很多時候呢 那些回應都挺激烈的 你不信你走去這些短片那裡 你按下去留言區 comment section 你就知道 哇 很激烈的 那些幾個例子 讓你知道 當我們公開表明我們基督教的信仰 說耶穌是主 耶穌是唯一的真理的時候 其他人會有什麼的反應 有觀眾說 Hey Wilson 你在那裡攻擊別人 抬高自己 有觀眾說 很醜惡 很想吐 每一句都充滿著矛盾和愚昧 你會怎樣回應呢? 不用怕 這些呢 我們說是人生攻擊的邏輯錯謀 ad hominem 即是如果你不同意我說 那我也想聽多一點點你的理據 為什麼你不明白 你不同意呢? 那就要有建設地去交流 但是如果你就這樣攻擊我人格 說我愚昧 說我醜陋 那無保於事 所以基督徒我們可以帶著微笑 來指出一些邏輯錯謀來的 甚至邀請對方來分享多一點點 為什麼你這樣看呢? 這個就是健康的交流 更加認識大家 好 然後有個觀眾說 Wilson 你相信什麼都好 你不要強迫其他人 不要貶低其他人 要尊重各人的信念 你看到嗎? 有27個like 一定很多人贊成這樣說 老實說 我也贊成這樣說 我也很尊重其他人 不同宗教的人 我都可以和他們做朋友 有很好的交流 我現在不是拍這些片來貶低人 或者是來迫白人 但是某些原因 無論你帶著多少微笑 你多溫柔地說 我們基督教的信仰 耶穌是主 耶穌唯一的真理 無論你多麼友善 人家的紙頭都是紙來的 說你不夠包容 說你心胸狹窄等等 說你在攻擊人 那又有觀眾怎麼說呢? 他說Wilson 你講來講去 原來又是踩低其他宗教 抬高基督教的為我獨尊 狂妄自大 往往是基督徒的一大特色 還要thumbs down thumbs down 我看了那麼多的留言 我想這一個會是最常見的一個主題 他覺得你們基督徒在這裏自誇 因為只有你對別人錯的嗎? 未必是這樣的 真的很多人都是這樣看基督教 帶來很大的衝擊 即是他們說 你信基督教OK的 但你不要說別人錯 如果只有你對 只有你才有真理 那你就是狂妄自大 往往就是因為這個觀點 帶來下一個觀點 都是很常見的 你看看這位觀眾說什麼 這位觀眾說佛陀 觀音 耶穌 以至很多其他宗教的神 都是真的 這個就是religious pluralism 即是宗教多元化 條條大路通羅馬 每個宗教都對 你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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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徒對 回教徒對 基督徒對 人人都對 所以不要爭 唯有這樣才能夠最包容 最能夠尊重大家 哇 究竟真正的包容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探討多一點點 哇 這些流言冰山一角的 真的 有些是 說粗口義和不義的 初時我都不是很習慣的 每天被人罵的 但是過了幾年之後 誒 感謝主 神給我平安來面對 即是 某個 即是另一個角度去看 哇 這樣代表什麼 原來有些未信主的人 看我們基督教的視頻 是吧 那求主使用吧 你不知道的 可能就是一兩個的視頻 神可以觸動到對象 令他解得通某些東西 基督教信用是合理的 從而願意踏出信心一步 都不定 是不是? 這個都是護教學 想做的事而已 想更多 和未信的人來有交流 大家來分享 當然了 我不會在留言區那裡和他們辯論 我通常都是吃下花生 看看他們有什麼說 都幫到我 就是幫到我認識一下 究竟現今社會的人 特別是未信的人 對基督教是怎麼看 而我們又怎樣去回應呢? 今天的文化呢 就好像在這裡說 包容呢 我們很看重的 雖然我們很包容的 但是 我們就不會包容一些不包容的人 The intolerance will not be tolerated 你再細心想一想那個邏輯 這樣是不是自打嘴巴呢? 這樣是不是一個合理的一個觀點呢? 即是基督徒說 只是你才有真理 那你就是不包容了 其他的觀點我全部都很包容 但是你不包容呢 我就不包容你了 好像有些自打嘴巴 是吧? 我心裡在想 如果你真的這麼包容 你應該包容我這個信基督教世界觀的人 這樣才是真正的包容 是吧? 所以值得給我們更多的思想 再等等 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不只是基督徒 才覺得我們自己對別人錯 你有沒有想想 其他宗教的人他們怎麼看的? 即是回教徒不信耶穌的 又或者是無神論者 他又不會接納你回教徒想的東西 因為回教徒信獨一真神 是不是? 就算是宗教多元化那個 即是接受條條大路通羅馬 所有宗教都是對的 那個人呢 都是覺得他自己 這樣宗教多元化才對 其他人相信一個宗教 那些就錯了 是吧? 所以現實就是 其實個個都是這樣 個個都是覺得自己的觀點才對 人家那個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你只是選基督徒來抨擊呢? 所以很有趣 給我另一個角度去思想 不僅如此 原來現今社會文化 不僅是一些未信的人 覺得我們需要包容 連基督徒都覺得 我們所謂要包容 嘩!去到一個地步怎樣? 連真理都要將就少少 連一些根深蒂固的信仰基礎 都要改一改 以下一個的調查 可能會令你詫異 在美國訪問了三千多位 十八到三十九歲的基督徒 這些都是年輕基督徒 下一代的基督徒 然後這個調查 原來有六十百分之 那些年輕的基督徒 說耶穌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六十百分之 耶穌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即是他們的意思是 耶穌以外還有得救的道路 他們的意思是 耶穌、佛祖、穆享密德 都是同樣得救的道路 哇!這些是福音派教會的基督徒 年輕一代原來這樣想嗎? 覺得自己都要包容 真理都要將就一點 哇!所以我想我們今天 真的很需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對於現今社會文化 指控我們基督徒不包容 究竟我們怎樣回應 以至我們知道 真正包容的意思 亦都能夠在真理上面 站得穩高舉耶穌是主 耶穌是唯一的真理 我想現今社會文化 最大的問題就是 也沒有人敢站出來說 耶穌是唯一道路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指頭來了 基督徒傲慢 心胸狹窄 不夠包容 究竟你和我 活在這樣的文化當中 我們會不會都被影響呢?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子女 會不會都被影響呢? 會不會都帶來一些試探 覺得是 都要包容 都要尊重其他人 會不會其他人都對的呢? 以至到 可能耶穌不是唯一的道路 會不會落在這樣的試探當中 而我們是需要去回應 需要去思想的 今天的 港道信息主題 耶穌不包容? 我們一起藉著聖經去思想 然後去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搞清楚 真正的包容究竟是什麼意思 現今社會文化有什麼謊話 在充斥著我們 影響著我們的信仰呢? 今天的經文 多謝主席讀出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來自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是一個禁句 大家都可能會背 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穌說 如果不是藉著我 就沒有人能夠去到腹那裡去 給一些背景 大家知道 《約翰福音》第十四到十七章 其實是耶穌告別門徒之前的一番說話 當時耶穌和門徒有最後晚餐 洗腳 然後就為他們祈禱安慰他等等 耶穌就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跟門徒這樣說 耶穌說 門徒啊 你們的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也都應該信我 我想當時的門徒是充滿著憂傷 擔心 知道耶穌快要離開他們 我想那些門徒都帶著一般猶太人 當時的心態就是說 耶穌來到在地面上作王 要推翻羅馬政府 死到他們在政治上來得勝 有好日子過了 但現在不是 耶穌快要離開他們 為什麼 耶穌來到地面上 當然不是要做地面上的王 耶穌來到地面上是要成就救贖 在接事假上面 面對你和我不完美犯罪 帶來的那個後果 所以耶穌說 你相信我 耶穌又繼續跟門徒說 在我的父母的家裡 有很多的住處 如果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 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所以耶穌和門徒說 是啊 我是要離開你 但是我離開你 是帶著一個使命 帶著一個目的 就是為你們預備地方 耶穌這裡所指的 當然是為門徒 為我們預備一個 天上面永恆的家 這個就是耶穌 要為我們預備的地方 按字經文看 一個永恆的家 天堂是怎樣的 許多住處 Has many rooms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耶穌為你預備了地方 為你預備了地方 為所有願意接受他的人 預備了天上面 一個永恆的家 中文翻譯得很好 預備地方 那個地方 這裡所說 在腐的街上有很多住處 A dwelling place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住處 意思就是說 會和這位聖結的神 永遠同在的地方 我們將會住在那裡的 直到永遠 在腐神的同在當中 耶穌又繼續說 和門徒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就必回來 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哪裡都叫你會在那裡 耶穌去為我們預備地方 並且一日去回來 會接我們一起去 這個天上面永恆的家 耶穌去預備地方 你可能會問 天堂需要預備的嗎 天堂是不是還沒裝修好呢 是不是還沒油好油呢 耶穌要去預備呢 當然不是了 有解經家幫助我們 更加明白這節的經文 天堂這個地方 在這裡的了 預備好了 但是預備地方的意思 可以理解為 是預備一條路 或者預備一道門 我們可以進去 因為天上面永恆一家 有腐神的同在 我們作為一班 未被救贖的罪人 又怎能夠有道路有門 來進入腐神的同在呢 沒有可能 耶穌是唯一的拯救 所以天堂 天上永恆一家 你可以理解為 那個地方 不是未准未好 而是我們沒有路去 我們沒有門進去 耶穌為我們預備的 就是這條道路 就是這道門 因為耶穌知道 第二天 他就要面對十字架了 背負世人的罪 面對你和我犯罪 帶來的後果 唯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 醉得著世面 能夠和父神和好 進入這個天上面 永恆的家 你再細心想一想 耶穌去為我們預備地方 你知不知道耶穌去為我們 預備這條路 預備地方 不單止為你和我預備 不單止為現今的基督徒預備 而是為將來的基督徒都預備 對 不知道我們身邊 有沒有一些未信主的朋友 未信主的家人 同事 倘若有一天 我們傳福音 我們有很好的見證 帶領他願意信主 耶穌為他們都預備了地方 又或者其他宗教的人 回教徒 佛教徒 倘若有一天 他們願意回應神的愛 承認耶穌是主 耶穌又為他們預備了地方 所以無論什麼宗教背景 什麼膚色種族 世界各地不同地方 所有人 凡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 耶穌是主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那就是耶穌是為他們都預備了地方 這樣看來 基督教不是應該是最包容的宗教嗎 相反 如果看另外一些世界觀 另外一些宗教 甚至是基督徒一二端 很多時候他們提倡的就是 靠行為得救 你要有好的行為 那你將來就上天堂了 這樣就未必過得救了 沒有人能夠肯定自己 是不是有足夠的好行為 以致上天堂 這樣才不包容 又值得去深思 下一節耶穌繼續跟門徒說 我往哪里去 你們知道的 那條路你們都知道的 去到那時候 耶穌跟門徒要告別了 耶穌跟門徒已經地面上三年的時間 大概 很親密地跟他們接觸 耶穌親 那些門徒親眼看著耶穌 行神跡歧視 宣广天國的福音 医治一些有病的人 甚至使死人復活 都試過 所以去到那時候 那些門徒應該是很明白 耶穌宣广天國的福音 耶穌要去哪裏 所以耶穌就說 其實你們知道的 但偏偏就是這個時候 你看下一節 這個多瑪 這個多疑的多瑪 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問耶穌 在說 主啊 我們真的不知道你要去哪裏 我們又怎知道那條路呢 多瑪通常都是很多疑的 寬的主向門徒顯現 多瑪都要說 我要看到主耶穌釘行的手 我才相信 不止多瑪 其實如果你看一下 門徒跟耶穌相處當中 那些門徒有時都是污漆漆的 有時都是不知道 什麼事 這個時候 多瑪就這樣 在問這一句 我在想 如果聖經是假的 是一些假的故事 人家作出來 就不應該有意折的 是吧 就是你作一個故事 來宣揚天國的福音 基督教的信仰 你又怎麽會加以折下去 多瑪在那裏唱反调 耶穌的門徒多瑪都唱反调 那又怎麽吸引人 來相信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聖經 神的啟示就是這麽真實的 真實的歷史 真實的記載 什麽事情發生 神就啟示感動作者 你都是寫下 成為他對我們的話語 所以聖經是充滿著人的軟弱的 你和我是可以很有同感 我們要做的就不是在那裏笑多瑪 我們要做的就是問一問 究竟你和我會不會有時都好像多瑪那樣呢 耶穌表明祂是唯一真理道路生命 但我們都覺得可能不是 或者真的不知道 究竟耶穌你要去哪裏呢 我們應該要去反先 會不會耶穌表明祂是唯一道路 我們都會懷疑 會不會耶穌以外還有得救的道路呢 然後耶穌下一節 怎麽來回應多瑪這個疑問 耶穌就說 我是唯一的道路 我知道你猶太人不相信我 但也可以的 你們都對的 我很包容的 耶穌是不是這樣回答 當然不是 耶穌之後的回應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金句 耶穌的回應 這是一個很激進的言論 當時的背景都是很宗教多元化的 受到希羅文化的影響 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影響 羅馬人統治猶太人 他們都滿天神佛的 很多的偶像 當時的文化就是 你拜什麽神都沒有問題 拜什麽偶像都沒有問題 只要你承認海撒是神 那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接受其他的神 然後海撒不是神 那些政權就要有所行動了 所以過去這段的時間 就是耶穌的時候 都是很多元化的 人人信不同的神 拜不同的偶像 在這個情況下 耶穌就真的毫無保留 很直接的宣告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沒有人能到腐那裡去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唯一的道路 能夠使我們和父神和好 唯一得救的道路 為什麽呢 耶穌以外 再沒有其他人為我們贖罪 當我們罪未得着 贖的時候 我們怎麽能得着赦免 與為聖結的父神和好呢 如果我們覺得 要包容些 要接受耶穌以外 還有得救的道路 那麽我們要留心 那麽我們真的 不接受耶穌為唯一的道路 即是這樣的一個相信 那麽就是在否認耶穌的說話 是吧 現在耶穌說 祂就是唯一的道路 然後我們又覺得 耶穌不是唯一的道路 那麽就是在否認耶穌的說話 即是當我們承認耶穌是主 那麽你要接受耶穌的說話 你才可以說得上是承認耶穌是主 是吧 當你否認耶穌的說話 那麽你真的不承認耶穌是主 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不能夠叫這些做基督徒 是吧 耶穌說我是道路 或者我是真理 真理的定義是什麽 真理的定義就是 和現實世界一致的事實 即是真那些東西 不是假那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真理 很簡單 但現今社會文化 把真理的定義搞得混淆了 你有你的真理 我有我的真理等等 耶穌就是唯一的道路 要不是唯一的道路 是吧 耶穌不可以又是唯一的道路 又不是唯一的道路 那是一個邏輯的謬誤 自打嘴巴 所以 宗教多元化 即是單憑字面看 你已經知道是錯的了 你不可以說人人都對 個個宗教都對 耶穌又是主又不是主 耶穌又是唯一道路 又不是唯一道路 是吧 這個是很簡單一個邏輯的思考 所以 你不可以接納耶穌為唯一的道路 然後又說有其他的道路 你當這樣說的時候 你已經不接受耶穌為唯一的得救道路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生命 是從耶穌來的 真正的生命 聖經形容的 我們曾幾何時都是死在罪惡過犯當中 我們被罪捆綁 知道什麼對但又活不出來 這個就沒有生命 但現在不是 接受耶穌基督之後 耶穌是我們心中作主 我們就得著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生命 所以唯一的生命 從耶穌而來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很直接地告訴我們 祂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然後最後一節 今天這段的經文 耶穌繼續跟門徒說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祂 並且已經見過祂了 耶穌說你見到我 認識我的時候 你就是見到父 你就是認識父 為什麼 神是個靈 沒有人能夠見到祂 但我們知道耶穌的身份 就是道成肉身 神成為了人 來到地面上 告訴我們 向我們啟示 神是一位怎樣的神 所以耶穌就說 你見到祂 就是見到父 認識祂 就是認識父 很清楚表明 耶穌是神兒子的身份 耶穌就是神 成為了人 來到地面上 向我們發出啟示 道成肉身 歷史當中 出現過唯一一次 如果我們說 有其他人 有其他肉身 都是神來的 假的 那些是偶像 耶穌是唯一 道成肉身 那位神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 今天的信息 讓我們很清楚知道 從聖經當中去看 耶穌表明 祂就是唯一的道路 耶穌不會害羞 耶穌是很清楚 我帶領人去認識真理 去認識現實 無論在耶穌時代 耶穌這樣說 祂是唯一的道路 或者今天 現今社會文化 我們說耶穌是唯一的道路 我想兩者 帶來的回應都可能說 我們不夠包容 那些人會說 耶穌不夠包容 今天 講到主題是 耶穌不包容 是一個反問 好了 你會說 K.Wilson 你講了27分鐘 那究竟耶穌包容 還是不包容 究竟答案是什麼呢 不知道你怎麼看呢 坦白說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都不知道答案 要澄清一點點 我不知道不是因為 耶穌的立場不清楚 耶穌的立場很清楚 就是聖經告訴我們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唯一得救的道路 我不懂怎麼回答 因為我不知道 你對包容的定義怎麼看 其中一個很大的難處 就是現今社會文化 將包容這個字 改了定義 包容作為一個旗號 來指責你不包容 今天在訊息最後的一部分 我們就認識一下 什麼是真正包容的定義 然後我們先回答 究竟耶穌是包容 還是不包容呢 有學者很精簡的字眼 讓我們知道 真正包容的定義是什麼呢 這個是傳統一路以來 包容的定義 來的 是去到過去的幾十年 哇 現今社會文化 後現代的思想 才將它 歸曲了 改變了 如果你問上一代 的 信徒 不是信徒都好 這個就是包容的定義 也是真正包容的定義 真正的包容是什麼 就是觀點傳義 但是代人平等 treat ideas differently 但是treat all people equally 我們要同意的就是 觀點一定是傳義的 這個意思是 是的 這個世界就是有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觀點是對的 有些觀點是錯的 有些觀點是好的 有些是不好的 有些觀點是聰明的 有些觀點是如絕的 這個就是現實 是不是 所以觀點一定是傳義的 我們要承認這件事 不同信仰的人 看看他們有不同的觀點 有些是對 有些是不對 但是在這個不同的底下 我們要怎樣 代人平等 意思就是同樣尊重你 我不會看低你的 佛教徒 無神論者 回教徒 我都可以帶著微笑 和你做朋友 我不會因為你的觀點不同 然後就個人攻擊你 不會 同樣的愛 同樣的尊重 不會看低你的價值 這個就是真正的包容 觀點傳義 但是代人平等 但很可惜 後現代社會文化 現今文化 甚麼都要政治正確 是吧 所以他們歪曲了包容的定義 包容現在的意思是完全相反 你看看變了質的包容的定義是甚麼 變了質的包容就是觀點平等 但反而是代人傳義 Treat all ideas equally But treat people differently 意思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宗教多元化的看法 人人都對 所有觀點都平等的 你有權說你信 回教對 對的 佛教又對 基督徒又對 又對 都對 人人都對 這個就是觀點平等 這樣才夠包容 這樣太多人傳義 即是如果你不是這樣看 我就說你不包容了 你聽不聽得明白 這個就是現今社會文化 帶給我們的謊 你看看多少的標籤 當你不是這樣看觀點平等的時候 那些人就真的代你傳義了 說你不夠包容 說你心胸狹窄 說你傲慢等等 這個就是變了質的包容 這個就是社會文化對我們的謊話 影響著信徒 影響著下一代 影響著年輕人 覺得我們都要像這樣包容 真理都要將就少少 基督教的基礎都要改一改 耶稣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這就是最包容 這個是變了質的包容 這個是不可能實踐的 就是觀點平等 人人都對 宗教多元化 你真的照字面看 已經覺得是不可能的 你舉兩個例子 你很快知道 一定是不可能實踐的 譬如耶稣說他是尼塞雅 他就是救世主 那耶稣要不就是尼塞雅 要不就是尼塞雅 如果耶稣真的是尼塞雅 那基督徒就對了 那些猶太人就錯了 猶太人不信耶稣是尼塞雅 那萬一真的耶稣不是尼塞雅 那些猶太人就對了 基督徒就錯了 即沒有一個情況下 基督徒又對 猶太人又對 耶稣不可以又是尼塞雅 又不是尼塞雅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即是人死了之後會怎樣呢 有些人會說 上天堂下地獄 那這個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觀 有些人會說 不是人死了之後會輪迴的 如果真的這樣 那些佛教徒就對了 如果人死之後 什麼都沒有發生 人死如登滅 那些無神論者就對了 問題是我們死了之後 不可以做了以上全部的 一定是有人對 一定是有人錯的 宗教多元化 這個是不可能實踐的 觀點是不可能平等的 一定是有人對 有人不對 但是在觀點全意的底下 我們仍然待人平等 這個才是真正的包容 好了 當我們搞清楚 真正包容的定義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問 耶穌是不是包容 現在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耶穌是 耶穌因爲真正的包容 為我們樹立一個完美的榜樣 觀點全意 當時有很多人都不認同耶穌的觀點 很多犹太人拿石頭扔他 但是在觀點全意的當中 耶穌不會妥協的 耶穌對罪是零容忍的 所以就結正聖殿 當人做了一些事 貪圖私利 難阻人去到神面前 耶穌沒有說要包容 可以的 不是的 很激烈的回應 有很清楚的立場 觀點全意 那些民事和法利賽人 耶穌斥責他們什麼 假無為善 辦事 有宗教的 表面上 有宗教很多的習俗 把經文全身 有很多宗教儀式 但卻沒有愛神的實質 耶穌 不會說包容包容包容 這樣都可以的 不是的 觀點全意 耶穌斥責他們 但在觀點全意的氣氛下 耶穌待人平等 一些邊緣人士 沒有人敢碰的 耶穌同樣伸出手接待他們 患大麻風的 耶穌醫治 妓女 順利 耶穌同樣的 接觸他們 愛他們 服侍他們 所以耶穌 豈不是為真正的包容 為你和我 樹立一個最好的榜樣 我們一起去效法呢 所以今天的信息 當我們認清楚 耶穌的立場 他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而我們又認清真正包容 那個定義的時候 讓我們就一起的 在現今社會文化的衝擊底下 仍然的高舉耶穌是主 仍然的來到宣講 耶穌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當我們認清楚 真正包容的定義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害羞 不需要怕別人的手指 是怎麼抨擊我們 因為那些人抨擊 說我們不包容 他們是在實踐一個變質的包容 而這樣是不可能實踐的 剛才已經說過了 所以 容許我們一起去學習 耶穌的榜樣 實踐真正的包容 所以 弟兄姊妹 現在是時候 在現今社會文化站出來 表明我們一個很清楚的立場 耶穌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不妥協 不將就 因為將就了的真理 還是不是真理 將就了的真理 就不是真理 妥協了基督教的價值觀 那那個就不是基督教 所以容許我們 真是 表明的立場 很清楚的 高舉 因為耶穌是主 耶穌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唯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 在現今社會文化當中 為我們身邊的人 為我們身邊的信徒 又或者為我們的下一代 為我們的兒女 是樹立一個很清楚的立場 很清楚的榜樣 告訴他們 耶穌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不可以接受耶穌唯一的得救道路 然後又說有耶穌以外得救的道路 唯有這樣 我們的下一代 才不會成為那60%的信徒 覺得耶穌以外還有得救的道路 也唯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 在現今社會文化的平易當中 有美好的見證 有討臣器的見證 唯有這樣 我們有一天 才能夠安全地回家 我們的下一代 才能夠安全地回家 我所知的 當然是天上永恆的家 我們就祈禱向神回應 叉天父 多謝你的話語 實在是很寶貴 成為我們的提醒 求祝你就繼續的雕奪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活得更加的合理心意 在現今社會文化當中 我們真是很迫切地為每一位的信徒祈禱 為下一代的祈禱 在這麼大的抨擊的聲音當中 要為你作見證 高舉耶穌是主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 這個一點都不容易 但我們真是帶著軟弱的來我們的面前 求祝你 讓我們有從你們來的智慧和亮光 清楚地認定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現今社會文化 給我們的謊話 以至我們能夠 在社會文化洪流的當中 仍然在找你的話語 找你的應許 仍然高舉耶穌是主 你才是我們唯一得救的道路 為著我們的下一代祈禱 求主你同樣的 來保守他們單純的信心 希望他們從小認識你的時候 道路都不偏離 也都幫助我們藉著不同的角度 不同互教的課題 可以裝備他們的信心 希望他們面對不信的朋友 不信的老師 抨擊的底下 他們仍然知道 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 是真實的 我們願意是終身的 而是抓緊 追求和你親密的關係 也都更加的 在現今這個歪曲活摩的世代 作身無瑕疵的兒女 也都為你作見證 高舉耶穌是主 你才是我們唯一得救的道路 我們祈禱仰望奉主耶穌基督的聲明 Amen 好多謝梁全道 帶來給我們共同的信息 真正的包容 我們回應一首的詩歌 它是道路 大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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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這道路 萬能上山路 何在書歸書 才有真正滿足 何至大 何至大 何場地擁有 才是真正的幸福 何至大 誰也未留著 何需要的是耶穌 何至永恆地 何至 Wow 使人生的光 既因你照顧 何至永恆地 祝福 除共生盼望 心里满足 耶稣 主持地满足 耶稣 为你祝福 阿耶稣 是真理 是生命 是道路 保持永恒的道路 主人生的光 主因你照顾 保持永恒的祝福 主用神奔望 请你满足 耶稣 主持地满足 耶稣 为你祝福 阿耶稣 主持地满足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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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我们的崇拜就要结束了 请大家站立我们唱赞美诗 然后我们请艺牧师为我们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日真心 请仍然站立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在在各位同在 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脈土之后开神会